蛇巧极高 仿飞侵走兽之声能以假论真 近日 济南市大明湖景区的保洁园王军一夜之间成了网红 一段他表演口气的视频在网络热传 不依靠任何工具 仅由自己的唇 蛇 喉 枪 就能模仿多种动物的叫声和音乐的哭声 逼真程度令人惊讶 1月10日 记者在大明湖景区见到了这位巧舌如簧的保洁园 他身穿一件迷彩旧棉衣 洗得泛白的灰色休闲裤上粘带着泥土 脸颊消瘦的香内凹陷 唇鳄上印着细小的痕露 王军告诉记者 他加入济南南部山区的农村 从小跟家禽 鸟类等小动物走得亲近 从十多岁就开始尝试模仿动物的叫声 我是绝对你以后的变化 我看擠那個 在揚一個 ić鴿 付鼓 那講 是 看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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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可以 拿出來 你 我 我 先 我 今年49岁的王军患有先天性残疾 出生时变口腔畸形 导致与人交流存在困难 儿时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 王军说 小时候受尽了村民的冷眼 为了充实自己 他便每天与村子里的牛羊鸟等动物为友 小时候的大一生产业的小医生产业 大学别人 别人 自己人的王军说 王军说 说 呃 这 你可能会说 呃 你可能会说 呃 你可能会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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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是因为儿时的经历 激发他勤练口气 挖掘天赋 久而久之 别人口气成为一种兴趣 目前 他已掌握三十余种教医 窗洪后的王军 生活还是如往常一样 早上七点上班 下午四点半下班 工作之余 兴起时就练练口气 王军说 想找机会多赚点钱 把嘴巴治好 为家里的老父亲贴补家用 我来到哪里乎 我才打入 你跟哪里乎乎乎乎 我很累 我一直是要回家 从哪里乎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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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乎 在警区里看到 众多游客被王军以假乱真的口气所吸引 来自黑龙江的游客孙广泽 跟王军学习了简单的动物叫声 他表示 看起来很简单的动物叫声 学起来却很难 一开始在网上看的时候我就对他特别感兴趣 然后我刚才就请调了他一点口气 但是我感觉口气特别难学 怎么说呢 就是上帝给他挂上了一扇门 又给他打开了一扇窗吧 放下两扇窗户